想必大家最近的社交圈都被元宇宙以及NFT耍评了吧 我本来想的是元宇宙 NFT可能只是资本家为了骗投资或者割韭菜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热词 对于一个臭看动画的资争宅男 只要不是突发地震 亦或者是市集兽突然敲门 就算外面闹得再火 用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一条偶然的消息改变了我的看法 你没看错 玲珑宣布正式发行数字收藏品了 而这个数字收藏品将以AR的3D模型存在 可能有的小伙伴不明白数字收藏品是个什么意思 用游戏里的虚拟道具或者皮肤举个例子 比如英雄联盟的皮肤或者英雄联盟手游的皮肤 能算数字收藏品吗 答案是不算的 因为这些东西可以无限复制 不管是以前的龙年限定 还是其他的稀有皮肤 叫拳头愿意 随便来点现实返场的抽奖活动就行了 这些心得的皮肤与之前出的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它们都是通过复制代码得到的 并且这些代码以后还可以无限复制 所以这些不算数字收藏品 而真正的数字收藏品都是经过特殊手段标记加密的 经标记的数字模型自然有了独特性 这项可以标记加密数字作品的手段就是NFT NFT的全称是非同质化代币 而我们经常听说的比特币与太币 这两个都是同质化代币 也就是说比特币与太币每个代币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但每一个NFT都拥有独特且唯一的标识 NFT可以将各种物品数字化并记录在区块链上 所以每一件NFT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这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未来元宇宙的经济系统就是以NFT为基础的 回到主题 玲珑的数字收藏品就是经NFT加密的3D模型 每一个模型都有独特且唯一的标志 但问题来了 有独特性就值钱吗 或者说有独特性的玲珑数字模型就值钱吗 毕竟说到底它还是一串代码生成的 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个表情包 大家觉得这个名为彩虹猫的动图值多少钱呢 答案是51万美元 再看下一个更简单的 大家觉得这个像素头像值多少钱呢 2021年10月28日 这幅仅由576个像素构成的头像 最终的成交价是5.8亿美元 这是一个我们做梦都无法想象的价格 但看看它交易的日期或许能了解些什么 2021年10月28日真是个神奇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Facebook正式改名为Matter 扎克伯格准备投入5000亿美元 把元宇宙变成现实 所以这个像素头像为什么值钱 一是因为它是最早的一批NFT作品 有无可比拟的纪念意义 二是因为小扎对元宇宙的执着 让人们对第一批NFT作品的价值更有信心 大家都想要了 所以它自然也就升值了 虽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从网上截图一张这样的像素头像 但只有第一个NFT的序列是被大家承认的 就像现代技术几乎可以完美复刻一张名画 但只有被承认的原作才有价值 当然不管是51万美元的彩虹猫 还是5.8亿美元的加密朋克 都离我们太远了 再把视线聚焦易华开天 以前的视频也说过 易华开天是我真心希望能做大做强的工作室之一 不因其他 只因他们对动画那份近乎苛刻的追求 极致追求下的玲珑真正做到了让考剧党有缘可塑 也让细节党有迹可循 虽是末日科幻题材 但玲珑想表现的并不只是科幻本身 它的目标很大 从故事的西之末节中你能看出 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探索 比如神性与人性 亦或者肉体与灵魂 面对末日 人类究竟是选择苟延残喘 还是保有理想的砥砺前行 如果说科幻的定义 是一场超越时空的思维实验 那玲珑无疑是最符合 这个定义的动画作品之一 结合目前玲珑取得的成绩 说玲珑是中国的科幻动画标杆之作 这点应该没人反对吧 要知道玲珑不算中章和特别篇 在全网以获得20亿声量 和12亿的短视频平台播放量 全网官方自媒体渠道粉丝600多万 可以说玲珑现在是人气口碑双丰收 靠着玲珑的成绩 一花开天又接受了三体的制作 网飞在做三体 腾讯也在做三体 但我相信能做好三体的 只有一花开天 这不是无端的信任 这是基于玲珑所得到的答案 而玲珑的数字收藏品有没有价值 或者说有没有生殖空间 一部分源于玲珑当前的成绩 另外一部分源于玲珑第二季的质量和口碑 前几天在国创发布会的直播中 一花开天的创始人阮总表示 玲珑第二季将会有更宏大的场面出现 所以我对第二季的态度 跟对三体的态度一样 没有担心 只有期待 如果大家普遍都是这种态度 那玲珑数字收藏品模型的价值和生殖 几乎是注定的 当然这里也要说明一下 本视频虽是恰饭视频 但打出的每一个字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的 前面介绍了很多乐观的情况 但也必须泼点冷水 就像各个巨头投资海量资产建设的 元宇宙一样 没人敢确定最终的元宇宙是什么样的 甚至现在连元宇宙的定义都有好几种说法 NFT也是一样 虽然前景光明 但只要是投资 它就会有风险 特别是对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品来说 这里引用NFT艺术平台CEO克雷恩的一句话 尽管部分NFT交易是基于炒作 但艺术收藏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 而NFT可能代表着数字艺术收藏的未来 艺术收藏本身就是不理性的 也无法用逻辑来解释 这次玲珑的3D数字模型 是以盲盒的形式在OE平台上架 最终的定价是29泰大币 约等于185人民币 所以如果你是玲珑的忠实粉丝 且愿意为自己的热爱买单 那玲珑的3D数字模型一定很适合你 或者这点小钱只是您的九牛之一毛 那也完全可以试试 但如果是学生党 这笔花销可能让你试试就试试 那就要量力而行了 盲盒中共含161版独一无二的典藏NFT 其中包括未公开版原画 超秀瞬间 全球首款AR人物首办等 其中查尔斯 马克 染冰等这些主角都属于SR 白玉奎则是最高品级的SSR 不知道谁会成为拥有白老婆的信源呢 这套玲珑 AR NFT等盲盒拍卖 将于2021年11月26日晚上8点正式开始 如果你想参与的话 可以浏览器输入网址 进入玲珑专区购买 网址链接详见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评论中同时也附上了抢购攻略 相信可以解决大部分小伙伴的问题 最后拓展一下思路 玲珑可以搞数字收藏品 凡人误伤误刑等一系列动画 甚至游戏IP是不是也可以呢 这是增强粉丝年薪的一种途径 也是对优秀创作者绝佳的几率 不要觉得这很遥远 因为我们正在一步步迈向 曾经畅想的未来 我是白马猴子 您的点赞收藏 接受我尽快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